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食材侦探,我是名侦探柯西 相信在座各位当中,如果有素食者或常逛一些健康食品商店的话 应该都对营养酵母这种食物并不陌生 那营养酵母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就让名侦探柯西我带领大家一起探索营养酵母的健康秘密 说到酵母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用来烘烤面包那种所用的酵母吧 但实际上,可以食用的酵母可不止一种哦 那另外两种比较普遍的呢,就是啤酒酵母以及营养酵母 那许多人或许会分不清楚这两种酵母的差别 那啤酒酵母呢,其实是生产啤酒的所留下的副产品 但营养酵母呢,则是特地为了人类食用而制作出来的这个食品 那或许有些人会有这个疑问 会觉得说,如果我把这个酵母吃进身体内会不会造成一些感染呢? 那答案其实是不会的 这是因为在这些酵母,其实在被做成食品之前 它已经被失去活性了 所以呢,剩下的就只剩下它们的营养 所以是一种非常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 营养酵母之所以会那么受素食者欢迎呢? 其实是因为它非常丰富的营养含量 那实际上呢,营养酵母是为数不多的植物性食物里含有所有九种必须氨基酸的 那每一汤匙的营养酵母呢就可以提供高达两克的油脂蛋白质 那这对不吃动物性食物的素食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此外,营养酵母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及矿物质 比如心植、锡植及梦植是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 营养酵母是为数不多含有维生素B12的植物性食物 那这是因为呢,维生素B12普遍存在于动物性食物 比如肉类、鱼类、牛奶及鸡蛋等 所以呢,对一个素食者来说呢 是相对困难要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B12的 所以呢,这种时候营养酵母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市面上的营养酵母也有分为强化和天然的营养酵母 那强化过的营养酵母所含有的维生素B12的含量会更高 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健康需求来做出不同的选择 除了维生素B12呢 营养酵母也含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 比如骨光肝钛及膝带氮胺酸 那这两种抗氧化剂呢 能够帮助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兽自由基及重金属的危害 更能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环境的毒素 所以呢,多吃这种含有抗氧化剂的食物 比如营养酵母、蔬菜水果或全骨类呢 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预防慢性疾病 比如心血管疾病、癌症及防斑部退化 营养酵母里两种最主要的碳水化合物 Alpha甘露菊糖及β菊菊糖也被发现有助阻止细菌吸附在肠道内壁上 及刺激免疫细胞让它们更有效的对抗感染 对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大有帮助 喜欢吃燕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燕麦里所含有的β菊菊糖有助降低胆固醇以改善心血管健康 那营养酵母里的β菊菊菊糖也有着相似的功效 所以患有三高的朋友也可以选择考虑把营养酵母加入你们的日常饮食当中 或许可以看到不错的功效哦 营养酵母之所以会那么受欢迎呢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非常丰富的营养含量 那其实也是因为营养酵母带来一种 坚果般的起司风味 那我们都知道一些纯素者呢他们是选择不食用乳制的起司的 所以呢营养酵母就是非常好的起司的代替品 可以用来制成纯素的起司调味料 甚至可以直接撒在饭上或是爆米花上直接食用 是一种非常健康又好吃的食材选择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食材侦探 喜欢这一期内容的话记得帮我点赞以及分享出去 我是名侦探可惜我们下期再见